如果你遇到变态杀人魔会感到害怕吗 会害怕的请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时间在万圣节 我是一名单亲孩子的爸爸 本来就够害怕的了 半夜我们家的电话突然响了 谁呀 万圣节都不cosplay的嘛 作为一个警惕心非常强的爸爸 万圣节大半夜不睡觉 让儿子看小族佩奇是多么一件美事 虽然他吵得想看巴拉拉小摩线 不看那玩意儿没有一点点影响 我手里面有两把钥匙 但是我不知道是打开哪个门的 毕竟我家门太多了 也只能试试看了 打不开 打不开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知道对应的钥匙长什么样子 问就是第一次玩 后来我发现 要把钥匙插进去才可以 什么 刚才我是硬拉的嘛 还有一把钥匙 可以打开我的次卧 不对 这个好像是我的书房 书房里面还有一把钥匙 找了半天 发现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地下室 知道我怕黑 里面黑乎乎的 我不过去了 我还是回家吧 万事俱备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得给我留下 儿子还在看电视 不管了 接个电话先 喂 可是另一边只有很大的呼吸声 什么情况 难道是有人恶作剧吗 不对 肯定是有变态盯上咱们了 儿子 你先回去睡觉 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随后我便检查了门窗 应该没有什么事 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要出意外了 把全部的窗户关掉之后 竟然听到了撬门声 谁呀谁呀 是谁呀 出来你给我出来 又不是出来单挑啊 当我内心想逃避的时候 不 我不能这样 我要看看他在哪 去后院看看 我去 他又在那呢 这个不是变态杀人魔吗 怎么会在我家 这该怎么办 我鼓起勇气去后院看看 人呢 怎么不见了 奇怪 我怎么听到我后面有声音 哎 没人 还拉我电闸了 没事 地下室有备用电闸 现在可以去打开它 在这里发现了一把钥匙 并且恢复了电力 他可能要去找我的儿子了 不行 我一定要回去 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 杀人魔就在我的眼前 观众朋友们 我该怎么办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我直接推开了他 火速跑进屋子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的窝室里面是有枪的 只要拿到枪就行了 我要先躲进柜子里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屏住呼吸 不然肯定会被发现 我去 今年真的是太倒霉了 什么事情都能被我碰到 是纳不注意 赶紧跑出来 有枪有弹药 他如果来了 我就开枪 我想好了 这次我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好我的儿子 来了来了 快开枪 我去 这枪怎么卡壳了 快点换子弹 终于倒了 啊 太危险了 我得赶快报警 正当我以为 这件事情要结束的时候 这货竟然又爬起来了 完了完了 我也没子弹了 不对 客县桌子上还有一包子弹 捡起来 赶快装弹 啊 这一次应该真的结束了吧 我的儿子也没事 没事了孩子乖 去看宝宝发事吧 这样可恶 Tesla 我 proszę啊 我看宝宝' ented to do